-等等兩位 -阿包,阿包你開賣阿包 -喂,傑克聽得到蠔門? -欸可以,阿包你好,阿安幾歲哪裡人? -40歲,台灣人 -喔,你是有點感冒嗎?怎麼今天聲音有點沙啞? -對啊,感冒 保重耶,最近登革熱比較嚴重 是嗎?登革熱 最近登革熱嚴重 阿寶你想說什麼? 我今天想聊一下,抱歉跟你今天主題可能沒關係 我想聊一下民進黨最近的神操作 怎麼樣? 什麼神操作 選舉教科書的範本,如果有選舉教科書的話 可以列為範本 好,你來說 主軸是圍繞在上週末的遊行 716遊行 那你還記得遊行的訴求是什麼嗎? 居住正義啊,司法正義啊 因為你還記得,因為前幾天你還有做直播 但我猜現在大部分台灣人民已經不太記得了 因為我唸給你聽民進黨最近做了什麼 首先上週有個白飯之亂有沒有,前兩週 對對對 白飯之亂你還記得是幹嘛嗎? 就是一群年輕人嘛,學生嘛,辦完活動去熱炒店 那飯不夠嘛,飯吃不飽,他們就去給一心抗議 對阿,奧卡齁 吃不飽飯就給人家打一心扶評 嗯,好 好 這個對是錯我先不提啦 好 但是 媒體就 我講最明顯的是三立 三立就 有人算過嘛 他大概兩天發了上百篇文章 在 新聞在做這個 那你想他的用意是什麼 轉移焦點 轉移 轉移 即將發生的事情 對 焦點 其实就是针对游行的 那更深一层的是说 我们现在看民调调查 柯文哲的年轻人支持度是最高的 那所以三立就是狂打这个 然后我觉得蓝宁有些名嘴也中招 说去批评学生 就是说其实他用意是要让整个社会认为说 年轻人是很无知的 年轻人是没有判断力的 所以年轻人的支持谁是 就是不值得去听年轻人的话 因为年轻人是无知的 我觉得他有这个意味在 塑造这样的感觉就对了 因为你现在民调判开来 年轻人支持度通通都跑去柯文哲那边 大部分 就是说你连钦德家侯友宜的民调 都在年轻人的民调里都比不过柯文哲 但是白饭就算这个 我最近看了几个 我是看那个谁啊 那个卢友志啊 他找李鸿远啊 他找李鸿远的访谈中聊到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些人都中招了啦 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让大众认为说 学生是无能嘛 学生没有判断力嘛 所以学生那么多支持 支持柯文哲 但是我们中年人好了 老年人好了 我们不要相信年轻人的话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判断力 我觉得这个就是 他就是要塑造这样的情况啦 这个代表什么 他在塑造世代之间的对立啦 嗯 对不对 这是一点 嗯 然后再来他民进党第二招什么 打黄国昌嘛 打黄国昌 黄国昌这几年 黄国昌这几年都在打民进党 因为他是在监督执政当局嘛 对 所以这几年他打什么 以前有那个什么私烟案啊 是 什么烈雷烈雷劍案 很多都是黄国昌有高度参与抓出来的啦 对 你说穿了打绿营打得痛不痛 其实也算很痛 嗯 但是黄国昌都有点 其实算对绿营有点客气 嗯 他不会像过去从前打 可能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打国民党那么的 呃 一下就下重 那么狠 对对对 他都会 你去看他之前的访问他会说 他都会先给民进党 先给绿营机会 让他们有 有没有一个检讨的 真正出来认错的一个空间 嗯 如果没有 他再把东西再全部都扔出来 去去重打他们这样 嗯 对所以 这几年黄国昌监督的对象 当然就是转移到执政党 嗯 就是对 但是这一次你说这次游行 其实也就是黄国昌跟馆长 他们 呃 主要他们出来主打 我们刚刚你说那两个议题嘛 对 但是 就是接下来 所有就是去挖黄国昌的事情 什么他有菜园变停车场啊 嗯 他家里是维建啊 嗯 然后什么他有私生链啊 对不对 嗯 我讲这个私生链最好笑 这私生链是当年国民党秋意 2015还是一几年就去批评黄国昌的材料啦 嗯 然后现在被被绿营的人 冷饭热炒就对了 嗯 而且是拿从 拿别人的饭 没有 对 来来来来来来打他啦 嗯 我觉得黄国昌已经很明显可以体验到当年韩国瑜的心情了啦 嗯 就是你现在民进党的操作就是 呃 当年韩国瑜讲什么 铺天盖地的抹黑啊 对 就是对 为了去降低他的公信力嘛 嗯 去抹黑去毁灭他的人设嘛 毁灭他的人格嘛 嗯 今天有新闻说啊 黄国昌自毁人格 其实这些 都是在带风向嘛 毁他人格抹黑他的 是这些绿营媒体嘛 嗯 这就是为了去 为了去剥夺 去降低 他这个举办这个游行 给民进党造成的打击嘛 为什么他举 举办这个游行的诉求会造成民进党打击 因为这就是民进党过去没做到无能的地方嘛 过去七年只剩无能的地方 嗯 那 我刚问了 现在可能 你先搜寻 你Google搜寻黄国昌好了 嗯 没有 几乎没有一条在讲七一六游行的诉求是什么 嗯 全部都在讲我刚刚说的抹黑的那些东西 嗯 对 然后我再来讲 这几天的招也是很厉害啊 游行啊 嗯 七六游行啊 这个媒体一开始怎么 情侶媒体开始怎么讲啊 后天一鸣嘴 他说哎 人数少啊 嗯 对啊 然后第二招说 都是难难多于你啦 所以都是耳难啦 是 对然后最后就我讲最后最后再拍一个就是说你呃就是有有那个学生呃大家大家后来叫他们职业学生呃对跟苏贞昌一起合照过的那个学生举了牌子啊嗯那举了牌箱 对不对 他说啊年轻人不需要柯文哲嗯 然后那个女生盖着口罩举个牌子说我不要一个会歧视我妈妈我妹妹我同事朋友当我们总统 对不对 这些人家你你被安排进去的暗装然后媒体我讲那天那天有行举牌的人有多少吗 但是但是那个那个会吸引媒体注意啊对对他就媒体有意去放大那一块 当然一条龙的操作啦 他就去放大那一块对然后他就连结说 你现场那么多男生都丑女啦都是耳男啦嗯然后再来就说你柯文哲过去那么多呃有点失言啦很失这些失言的的的的言辞 嗯对不对他就整个包装成他就他重点是要把柯文哲塑造成一个就是厌女丑女的一个一个一个歧视女性的一个角色 对所以现在游行过后没有人在认真探讨游行的诉求是什么嗯现在全部都在这些这些都就是这些东西嘛 不好意思我我借用你的版面我我再贴一下游行的诉求到底是什么好 嗯居住正义嗯好 对 我想这些呃呃什么我们看我们看居住正义这个哎开增囤房税空屋税什么嗯他其实我知道你我知道你上次扣音我是你上次直播有讲到说低薪可能是一个主要原因啦这是我的看法对嗯对对但我觉得你 对最根本的议题是房房屋能不能成为一个可以炒作的商品啊如果这个国家哦你这个你这个议题大了哦哈哈对对对方说我略提一下就好了我本来上次要讲我略提一下就好了如果房屋是我们国家认为人民觉得房屋可以成为一个可炒作的商品嗯那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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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求通通都不需要 因为大家回到你有钱的人有能力的人就可以买得起嘛对你没钱的人没能力的人赶快让自己有能力嘛嗯对不对但是这个这个我觉得这会是一个恶性循环如果你这个国家都认为说房屋只可以炒作你看欧美很多国家为什么他们需要又去抑制这个房价因为其实房屋居住的这个权利我我拿健保来举例好了如果台湾的健保像美国一样嗯有点资本主义化的嗯你有 有钱人可以享受更好的享受绝对优良的这个医疗嗯然后你你底层的人付不起那个医疗费嗯那个国家就废了嘛嗯所以所以台湾人没有人会去讨厌健保朋友大家都觉得健保很棒啊因为是保障一个人民这根本的一个生存的权利嘛嗯那你房屋其实说穿了他的他你看他列这些措施其实就是要增加供给嘛嗯那你供需你经济学供需供给一增加 你你那个价钱自然会净价嘛你你价钱不管是租房还是卖房的买房的价钱都会有会有至少不会让他长得那么凶的效果嘛嗯对那然后然后你说说哎买不起用租的租的租的他说什么让他透明化啊让他很多很多设施很多措施的推动让年轻人可以看便宜的去租啊这几条有什么问题啊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啊但是全部都已经现在已经没有人在 阿宝我回应一下但这因为你的重点不是这个啊因为这个这个是变成是观念但我稍微讲一下我的看法了关于这个这个这个居住正义的这个部分啊我为什么会讲这个关键点在低薪啊就是说呃因为房子这种东西就是注定不是每个人都买的钱尤其是台北的房子这本来就是这样这本来就是这样而且本来就是有些人就是赚的少你就是会买不起房嘛那本来就是这样嘛那你买不起 就去交去买嘛那交去买不行就用租嘛啊那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还是回归到这个核心就怎么样让大家能够赚得起钱多一点然后不是说让每个人都能够买得起房子这是不可能的那你你回归到呢不是说打房价比如说你什么囤房税还是什么啊那他当然都有道理但是他有可能回归到就是说我房我房东我有这个囤房税了那我是不是这个房屋的成本 就高了我的租金可能就上涨了对不对那比如说我我租房子可以抵税啊那那房一般来讲这个东西我怎么会去报税我报税我就要被瞌睡对不对所以就是说那那你要用什么什么机制难道让房东可以可以收房租不用缴税吗那政府也不可能所以这种房租通常都是一个黑市交易啦啊所以我觉得核心点就是说让大家都起码用什么方式让大家都能够住有非常有地方住嘛那就多赚一点 多赚一点你就可以租房子嘛所以我就说这样那当然你提高供给社会住宅什么都可以啊好不好只是我说核心点是这样而不是而不是说让大家都能够买房买房为什么你的房比较贵我就把它打下来啊他他这个有点头头一头脚脚痛一脚了啊好不好意思啊阿宝你继续啊对我我再补充两点啊嘿我再去听李鸿远讲的他提过一个概念啊嗯千都吧嗯因为因为因为大家为什么要往挤在台北因为台北这边就是 台湾的这个我跟你们讲首都嘛对阿宝阿宝我跟你讲你你这个迁都又又是另外一个异点那迁都要迁到哪里去我们有这么多人吗所以我跟你讲你台湾问题扯了个半天扯回来还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扯了个半天还是两岸问题所以就是说哎就是这样啊我知道我跟你讲就是说好你不迁都你起码 因为大家为什么挤在双北这边工作机会多嘛那你要如何把产业分散出去让大家不要挤在这你要有需求要人台湾就没那么多人你缺了都这边的人那那那其他人移到那里去我现在我现在不是说迁都啦我是说你刚刚讲到工作嘛好的工作高高薪的工作都在双北啊对对对集中在这边那那那要怎么把它引流引流到别的地方这样这也可能也是一个啦 然后再来我讲第二个就是说你有常常看到新闻讲东区的房东嗯呃就是说那些店面受不了高额的租金嗯然后就撤了嘛对对那那那我们应该又要问说我们是不是能允许这样的状况存在嗯就是说可能有某些房东他拥有可能拥有过多的我们讲我们讲中国古代历代为什么会搞革命 就是资产土地什么集中在少数的嗯人手上嗯那那农民就受不了了嘛嗯那你台湾如果我们不想办法去释放这个压力那哪天就是闹革命的嘛嗯所以我觉得释放压力是必要的当然当然年轻人我觉得你们上次有些人说年轻人自己要努力啊那个也是没错嗯但是释放压力我觉得也也是必要啦嗯好嗯好然后我刚刚贴的第二个是法律呃 司法改革不知道是应该找得到那个吗司法要正义那个OKOK嗯我看到了来你说对你看他这边立了这么多哪一项是不合理的嗯每一项都是台湾人要的嘛是不是人民要的嘛是而且你看最后那一项吹哨者现在没有在吹哨者保护法谁敢啊只好偷偷去找黄国昌嘛是我跟你讲有事情有些东西他不敢跟检察官讲他不敢去报警嗯他只要找一个他信得过的对不对对 然后然后那个假释假释问题你现在你现在我之前看黄国昌讲的分析嘛你你移到那个外衣间去你关一天抵两天啊嗯所以那么多人你给他判个十年的为什么五年三年就可以出来了嗯就是然后你进入外衣间的流程又不透明嘛嗯所以就看到一堆民进党的权贵为了民进党的权贵去修法然后最后把把把把他们通通移到外衣间去爽嘛嗯对不对这些东西哪一项不是 是台湾人所需要的嗯是嘛嗯但是现在绿媒我讲绿媒啊就是铺天盖地的我讲说他们从一开始活动前一开始就已经在铺陈哦嗯像前两周的白饭之乱嘛嗯然后然后再来就打黄国昌他他他他自身的背景他自身的某些哦可能资产有问题跟我这个诉求有什么关系吗嗯这些诉求对那但是全部都是哎通通都是被我该怎么讲就是被盖被掩盖过 对啊现在所有的媒体都故意的去忽略这个活动实质的诉求是然后然后对对对所以所以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但媒体就是这样啊是是是是正常我我觉得只只能说我只能不知道哎我只能小小的呼吁吧我们大家看看一件事情我觉得现在根本就不要看媒体了因为媒体所有的媒体都在我我刚我刚正去搜寻黄国昌嗯 没有一个新闻我翻了两三页嗯全部都是在攻击他的嗯而不是在讲诉求嗯讲当初这些我们人民要的诉求通通都没有嗯但是也许台湾人哦看了那个哦要去打谁要去打谁要去抹黑鞋很开心啊见血最好血流成河啊但是但是我就说我们这些本来最基本的这个诉求就已经被又就是被掩盖过去了嗯没办法这就是这样所以你说说 不耐呢民进兰他很会操作这个啦把焦点转移开我会因为因为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很可能会造成他们整个呃我不要讲声势吧嗯我讲大家因为大家看到他们做的不好的地方嗯大家会很专注在说这几项过去他们没有做好嘛嗯但是现在全部没有在讨论嗯才几天哦现在才第二天第三天这个游行没有被发酵到一个 讨讨论这个政策的层面嗯然后现在全部沦为一个攻击的状态啊嗯那对啊我觉得这这这也是台湾这个选举 依民进党的手法是很高明啊嗯那那我们也只能我不知道啊我就又小小的利用你这个频道希望大家回到原本这个这几个诉求上啦就是怎么会是还成全部都混在这个人身攻击里面嗯对不对那然后然后现在也是打科文哲也是一样嘛就是要把他塑造成一个业女仇女的的人嘛正常啊他他打完侯佑仪 但是不能把侯佑仪打得太低所以他一定要再打科文哲因为对民进党来讲侯佑仪跟科文哲他不他三四都要保持在一个状态下才行哦所以他现在该打一下科文哲哦那但是不管怎么样阿宝你有觉得蓝白不合赖清德躺赢吗嗯 没有台湾现在整个来讲啊应该是好假设三成都是投赖清德啊不会但是有六是好四成好了但有六成想要下架民进党对但是这六成分了好几块嘛对那那就要看说会不会复制当初高宏安的那种情况不可能就是大家集中我大家都知道说我们目标就是要下架让民进党做的烂要下架他 所以大家要集中在某一个自动去做气宝你唯一的胜算就是这里啦我就就是你们就是吃定你们民众党有这种想法啦我跟你讲不可能不可能我跟你讲就是说好啦那个那个侯友宜侯友宜一个不可能他会他会让侯友宜变成零根人啦有这么多区域立委国民党国民党再差他都有一个基本的票啦就是说因为我看 我看最近蓝宁很多都在讲说呃要什么侯柯配对不对这开始讲侯柯配不然有些什么换韩国鱼上场啊还是怎么样有些就是说我觉得 那怎么讲这这也是普遍你刚刚说的矛盾啦就是说你怎么会是第三名或第四名的要第二名去配合你这这也很奇怪啊就这种就妙唱来讲就是你你你你你你所以 所以我说所以我说所以我就是回到所以我说赖清德躺赢吧 讲的没有错就是很难啦因为因为因为国民党现在自己还在那边想努力想的办法说我要怎么让柯文哲来配合我嗯这个就很好笑就有点好笑啦就是说你你可能是要 但我知道那那那你们你们民众党也不可能也不可能吞得下这口气嘛哦所以不管怎么样对啊所以就是赖清德赖清德躺赢啊就是这样啊 我觉得没关系啊就尽力而为了对啊好不好啊好了那个加油了谢谢谢谢阿宝啊欢迎多上麦不然人家都说我没有台湾人哦好OKOK好好好拜拜拜拜 好来下一位哦 下一位哦 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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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